那欣喜啊 這邊 有個朋友說他老公也在外包養 Lady Boy 對 其實我那個朋友當初 他約我出來的時候 當然你就覺得 天啊 你老公真的是人不可貌相 跑去包養這樣子 可是讓我更震驚 就說 你知道嗎 我老公包養是個Lady Boy Lady Boy 什麼是怎樣 有變性的嗎 他說不是沒有變性 他說就是一般餵娘 就是一個很斯文的小男生 然後把自己打扮得跟一個 一般女生 漂漂亮的女生 一樣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他覺得真的非常震驚 所以跑去氣沖沖的問他 老公就是說 你別人不好包 正常女人不好包 你再包 再辣的辣妹都沒關係 你包一個Lady Boy 你什麼意思啊 這樣子 那老公當然就是 也是唯唯到處就是說 親愛的 其實 當然你也知道 因為包養當然就是一個 求新鮮好玩的一個心態 那當然就想說有付錢 當然就是說 迎獲兩棄 那我也不想跟人家動真感情 我只是想跟他玩玩而已 他說那其實我發現 就是說我在物色的時候 發現其實一般女生心思細膩 然後有的時候月包 其實之前有包過 包到最後都會出問題出感情 那我就覺得說這麻煩 會影響到我們家裡面的和樂 那我覺得Lady Boy很安全 很安全 第一個 人家其實是男兒生 我知道我在怎麼樣跟他玩 我也不會愛上他 因為他就是個帶靶的 我不可能就愛上男人 因為我非常肯定 我就是個異性戀 那老婆就想說 天啊被他唬得一輪輪想說 可是他還是帶靶的啊 就是個男生啊 他說那你就不懂了 你知道嗎 第一個我是覺得 Lady Boy的外型 看起來就是妖嬌鼻勒 然後我跟你講床上就特愛 特感玩 男生對於男生的敏感帶 一定都清清楚楚嘛 對不對 手來 嘴巴來什麼東西 天啊 我都覺得就是讓我就覺得 那是前所未有的一種 那種新鮮感 女人真的還不懂 然後他說 而且再說 燈關起來都一樣 而且還有個好處他不會懷孕 燈沒有關起來都一樣 對嘛 燈沒關起來都一樣嘛 那這樣又何必找Lady Boy 找真的Boy也可以啊 可是他要他那個外型 視覺上很漂亮 他要那個外型 長得像Angela Baby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就是跟他老婆安慰就是說 我其實性愛很分離的啦 我就是想玩 玩到一個很開心的境界 可是我不可能對他動感情啊 那你也是非常的 可能有安全感 你的安全感是從這裡 那他可以接受他老婆跟別人 好 然後那老婆就先聽一聽嘛 就想說好像也是有一點道理 不是這樣這樣子 好吧 於是大家 因為他也 也沒有說要立刻離婚嘛 他就想說好吧 那就是 就再看看 可是問題是 我跟你講 夫妻之間有的時候 你說也是有恩愛的時候 他說他只要一想到他老公 就是跟一個男生 所以就說我在不要跟老公恩愛 所以於是從今後 他們也沒有離婚喔 他說我跟你講 我就跟我老公就沒有恩愛了 然後把老公從此就看說一臺ATM 就是人肉提款機 你就是生活費給我 我就不管你了這樣子 是 這個請教一下崔芬 這種包期 這種婚姻會走得下去嗎 我其實會感覺到還是有很高的危險性 因為包這個字 每一個人定義都不一樣 他有可能看到你還跟別人在一起 他是不能接受 因為我已經包你了 所以那個自由度 所以這種感情 我就會覺得裡面充滿了危機 因為雙方在這個包 我一開始是同意的 女生也覺得可以 男生也覺得可以 可是過程中心裡是會變化的 所以像這個女生 他一旦被包養之後 包到最後 男生會可能愛上女生 或女生愛上男生 對啊 像我遇過的反而真的是 女生愛上男生比例比較高 被包了以後 因為本來我就覺得 你有你的生活 我有我的生活 那你只要負責我的生活 這樣就可以了 按月付款啊 對啊 就按月付款 然後我會覺得 既然你給我的生活 都已經是足夠滿足我 那我就做我自己的事 一開始都想得很美好 我可以去上課 我可以去學這個 不用上班 對 全部都做我自己喜歡的事 然後這樣不是很良求其美嗎 只要偶爾應付那個男的就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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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資高 工時短 對不對 對 然後又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 然後對方好像也沒有很限制 他說他不能有別人 他會暗暗的可能還會再交個男朋友 或什麼的 可是真的所有的過程 沒有自己想得那麼的好 是 那第一個會出現狀況就是 他可能會開始去管那個男生 說你現在人在哪裡 或者是自己不舒服的時候 會希望對方來陪你 可是對方就說我不行 我跟你的關係就到哪裡 包養啊 對啊 所以我是養你 但是我沒有義務要照顧你的情緒 你的感受 你的情感 這時候他的就覺得超過 我是包養你 可是我沒有要照顧你的情感 我沒有要跟你那種情感交流 那麼多 對 對 然後這時候如果他跟朋友去打高爾夫 或是跟朋友去做別的事 他就會覺得為什麼 難道我對你沒有吸引力嗎 你都不來 然後眷戀我一下 所以 不來才好啊 因為你的薪水照顧 所以我就說包養之後心理會改變的 你原來覺得我只要這樣就好了 你的那個慾望會越來越大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性跟錢 一旦掛鉤在一起以後 包養這個女生不曉得會不會去嗆那個正功 之後他就會希望你給我的愛越來越多 對 所以包養一開始覺得只要錢就好了 可是後來慢慢的就希望你也給我愛 是 然後再來希望也給我時間 那當然禮物這些是不用講了啦 然後再來可能會對對方會希望越來越高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有 另外一個 如果他也回不去正常的生活 就變成說 小三其實是地下工作人員 對 但是他們就忍不住要冒出頭來 對 不安於這樣 另外一個 他可能一開始的時候就是說 我被包養個一年就好了 那這一年我就好好充實我自己 然後之後我要再有我的人生 可是你回不去了 為什麼 因為你平常去工作 譬如說你被包養的錢是十萬就好了 十萬 我們其實被包養 可能十萬沒有很高 可是我請教一下鄭大哥 你現在去外面去工作 要拿到十萬的薪水是一種容易的事嗎 不容易 當然不容易 所以變成他永遠就要被包養了 因為他拿 他去工作的時候 他就覺得這麼少 那我還不如被包養好了 那可能一開始的時候 覺得只要被包養一個 就是說 譬如說如果他在唸膽 他會隨著他的年資 越來薪水越少 對啊 而且被包養很後患 而且還有一個危機 中途被棄養了 中途被棄養 中途被棄養了 他不養你了 對 然後他會覺得怎麼辦怎麼辦 我突然沒有這個錢 而且被包養的時候 因為手頭很擴挫 因為那個錢得資很易 你會一直以為對方會一直包養你 一直包養你 或是包養的錢會不會生 就是會加薪 會越來越多 其實會減薪 所以我其實會覺得 包養之後的心理狀態的改變 是很多的 都跟你一開始的時候不一樣 其實會回不去 你沒有辦法 沒有錢 還有一個很大的危機 我們 我以前在台中開咖啡店 有一個客人 一個貴婦 就年輕漂亮 然後他就被臺北的一個年紀很大的 男人包養 也給他很多錢 他就每天買名牌 喝咖啡 很輕鬆 對 可是他 因為男的很少來 而且年紀又很大的 所以他就自己又養了一隻小籃狗 所以他就帶著他的小籃狗 那小籃狗也其貌不養 可是大概比較能逗他開心 他就帶他來 那我們那些小姐就說 這樣危險 他不怕 我們才另外一隻說 不會 他老公在台北不知道 有一天就被他 台北老公葬到 當場那個男的被打斷腿 女的被毀容 這麼可怕 對啊 熱水這樣打下去 對啊 所以這也是一個危險 那有沒有說 男生因為包養 是表示他經濟狀況不錯 女生後來對他的錢財起那個 有啦 當然會有啊 對啊 所以其實 那個我聽 我聽他們說 因為我是沒有能力包養人家 他們像 你沒有能力是錢還是體力 都沒有 從來都沒有 那他們譬如說 所以那個 至少以前 在我們台中 中部包養是這樣 就是說 這個女孩子譬如你幫他買房子 他一定會要房子 買房子可以 買個小套房 或者兩房的 但是你付完頭期款 然後你一定不能把一次付清 然後你就慢慢 每個月你幫他繳貸款 但是如果關係沒了就沒了 汽車也是貸款 而且汽車那時候 那時候 BMW的318 它是最小 最便宜的 所以滿街 對滿街都是318 因為 小三那個包養的 它非要雙B不可嘛 雙B最便宜的就是318 所以我們看到 這滿街都是那個318的車 但那也用貸款的 反正只要關係沒了 所以這些錢都不付了 你要自己解決 其實有朋友就是 其實這個包養人的很傻瓜 得到憂鬱症 其實雙B最便宜的不是 318 BMW 那不咧 玉龍吉利清鳥 Blu Buru Blu Buru 這還有在生產嗎 也是雙B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